喂 明轩 你这声音怎么这么低落啊 没有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你也知道吧 女生总是有那么几天亲戚会来 睡一觉明天跟您就好了 那怎么能婚您开心啊 嗯 这样 听什么一天呢 都跟你讲故事哄我睡觉 那又不今天 我给你讲故事 我来和你睡觉好不好 你还会讲故事呢 当然了 你知道听我的话 现在呢 马上躺在床上 好 躺下了 把小杯子盖好了 一直盖着 闭上眼睛 开始吧 等一下 好了 我小的时候做过一个梦 梦到我坐在一个迷你地球上 而那个地球上只能容纳下一个我 我的左边是太阳 右边是月亮 我就好像是地球的中心 举重的王者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她跟我讲了一个小王子的过程 就是那天你留下的 我才知道了 原来这个地球上有人跟我一样 一样的孤独 不过后来好了 小王子 有了他的小狐狸 而我呢 求了我的小女孩 好 行啊 就这一颗留给你了 保护我 捧手欣赏 真快就谁找的 我爱了 我爱你 你愿尽闪 他光 我都会 衬藏 希望 能否 凭你受过的伤 你幸福的模样 就是 我的太阳 牵着你手走到天荒 看天上闪的光 爱就先这样好好 抱你 在肩膀 早安啦 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训练辛不辛苦啊 训练倒是不辛苦 但是有件事情吧 实在是有点辛苦 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公司给你 安排很多工作 还是说酒吧 我就跟你说了 如果特别累的话 就不要去酒吧打工了 都不是 那是什么呀 这件事情吧 完全因你而起啊 因为我 我说我和你离那么远 怎么因为我 可是你亲爱的男朋友 还在上海 明轩他怎么了 我亲爱的姐姐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你能不能让你男朋友 没事别老来看我 两个大男人看来看去 他很奇怪啊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他这是在替我关心你 我求你了姐 你就饶了我吧 好吧 那我跟他说说 对了姐 我看了你比赛的视频了 很精彩啊 精彩有什么的话 还是没拿奖啊 你这个态度有点问题 重要的不是得不得奖 是参与的过程 我反正觉得我姐最棒 表现特别好 我说你还真是个大人了 开始现在给我讲大道理了 是吧 姐 那我可不可以把视频给别人看 别拿出去险埋丢人 不过 陆珠可以 点点点点点 收到了 还行吗 照顾好自己啊 拜拜 拜拜 你坐吧 坐吧 行啊 快点坐吧 老师们好 我是莫凡 身高一米八八 体重七十公斤 三围市九十八 七十五 九十五 请问你是莫凡吗 对啊 可以请你帮我签个名吗 当然 当然可以啊 谢谢 小伙子粉色还挺多啊 啊 川总 什么 我在公司和你姐夫不太好吧 过来干嘛 面试 对 他们说我通过了 不过就是应照还差一点 要对自己有信心的 这不帅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我姐的参赛作品 是吗 对啊 要去吗 哪里 那种赌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喂 明珍 明珍 喂喂喂 喂 你在干嘛 我刚刚有看了你比赛的视频了 真棒 这儿 搞某房过来 来公司 过来面试 那他表现怎么样 肯定非常出色啊 那就好 我就现在担心他呢 你放心好了 有空啊 我会过去多看看他 算了 你还是别去看他了 为什么呀 你想他一个太难受 而且你是面的老板 大家都会以为他是走后面进去的 有那么一点道理啊 不好意思 你好 请问 你也住在这儿吗 嗯 那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方笑愚的人 方笑愚啊 她住在四楼左边那户 谢谢 喂 一个中国女孩来找方笑愚的 是不是她又欠了什么情债啊 对了 她最近 有没有骚扰你啊 你放心好了 我躲得远远的呢 真乖